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五百小便當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就要講這個 上次有人問的這個 自然飄法 那什麼是自然飄法 當然就是自然的東西 就是順子自然 你有看過的東西耳料從水面上 落到這個水底下的狀態 那自然飄法其實就是模擬這個狀態 所以就有人在問說 那要怎麼去弄 那其實自然飄法的釣法 非常多種 從海釣到西釣都有 那海釣的話我們最常見的 自然飄法 其實就是阿波 阿波其實就算是一種很自然的一個飄法 所以你在縣主 上面的時候 阿波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縣主 這邊當然這個一些配備 然後延長出去的這個 紫線 它就會非常非常的長 有沒有 紫線非常非常的長 這時候呢 它就會順著這個水流飄 然後自然飄法 自然飄法 那你想說 如果說我不是用阿波勒 我要用長飄可不可以啊 長飄的話是自重式的浮標 是自己本身有重量的 所以它底下所負載的那個鉛就會減輕 減輕的時候呢 這時候相對來講 類似這個效果 也是自然的飄法 當然我比較喜歡用的 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當然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木印 那木印其實我們在台灣的話 其實一般都是用那種發炮的那種炮豆去做出來 其實只要會浮 我覺得都ok 那當然耗大中小 那看你的水流來調配 有人就問說 你的泮豆幾號 其實有時候我回答不太粗 因為大陸它 我在大陸那邊買的 其實它也沒有一定的耗數 它只有大中小而已 還有小小這些 那當然用久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大概它搭配多少 多重的咬籤 那木印釣法其實它 它非常靈敏 而且咧 它因為它屬於 比較輕籤的釣足 所以魚在這個 警戒心來講 會比較低一點 像我到那個 線溪河道去釣的話 後來發現到說 這個季節在變化的時候 有時候魚咬得比較小力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個是七星標的釣法 看你自己怎麼搭配 每次搭配的這個浮標 這個七星標的數目不一樣 不一定要達到七顆 你也可以搭配到四顆 像我釣七顆也可以用一顆 釣石兵我可以用三顆 不一定 那當然如果說海釣的話 當然你耗數可能要增大一點 那當然你耗數增大一點 自然就會 配重就會變重 所以如果說 我現在假設呢 我綁了四顆七星標 在線上 那間隔的話自己拿你 其實間隔不一定 你看自己的習慣性 當然間隔越窄的話 相對來講 靈米多越高 你知道嗎 如果你沒辦法判斷那麼靈米的話 你可以把間隔拉長一點 然後咧 你的木印數目也可以增多一點 讓你的配重變重一點點 其實配重重一點點 其實如果說 雨沒有被操到非常非常誇張 原則上都還是很OK 像這種釣組 拿到康槍去釣也都很OK 但是重點是說 你要先調 那你要怎麼調到貼底 貼底的話 其實方式跟一般我們遲釣 調這個貼底的方式是很像的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階段 現在講的比較簡單一點就是說 在線西河道你要釣 你如果不太會調標 你要怎麼釣 你當然就是可以用這個方法來釣 之前有遇到一些釣友 他說他不會看長標的訊號 所以我就心裡想說 那怎麼辦 那我就想到這個方法 所以我這幾天 我都在測試這個 但是測試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想說 讓那些比較不會看長標的人 你怎麼去判別這個訊號 因為如果說用到這個的話 這個釣組的話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輕 所以下面加的這個 下面有人說要用雙勾 單勾 其實你既然要自然 你當然就是用單勾 你單勾就好了 不要貪心用雙勾 你雙勾在這裡挖 其實他水流不一樣 會導致說 他兩邊的這個線的張力 張力會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反而線組會不自然 這時候反而是反效果 你反而沒辦法達到你理想的狀態 所以用單勾是比較好的話 那用單勾之後呢 你再搭配你不要的這個咬籤 看你要掉幾個 一般來講 習慣上 你可能就是 掉兩顆 兩顆浮在水面上 兩顆在水面下 也可以 那就可以 那如果說你要掉到剩下一顆也可以 那就已經 已經非常非常靈敏 就這樣一顆不見 就是有樣 那通常兩顆啦 如果水面是風平浪靜的話呢 你兩顆在水面上 兩顆在水面下 掉飄著就可以了 那如果魚來咬的話呢 是整組 是整組直接拖走 你不用整組直接拖走 不管是鬥仔魚還是烏魚 都是整組直接拖走 它不會這樣子像那個長標這樣子 有一點小區 像鈍點這樣子 這個非常靈敏 當然你號數你要用小的 你不要用大的 大的話當然就是另外一種 又是另外一種調法 所以這個就是 之前有人問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怎麼去做一個調配 所以木印的調法非常多 這是其中一種 那如果說你用到更多顆的話呢 就可以開始搭配磁釣的釣法 甚至可以釣雙溝 雙溝 這個釣雙溝也是很強 當然釣雙溝的話 就是要搭配磁釣 倒折或敏釣的方法來配 這是另外一個 他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四顆的五顆的是最簡單的 就是最方便的 也是最 我是覺得說 比較好判別的啦 因為那個魚來咬的話 就整組直接拖走 因為它沒有什麼負載 所以它鵝很自然的下去 如果又有魚群在那裡的話 我跟妳講下去的話 幾乎 魚是不太會猶豫的 直接咬下去 然後直接拖走 拖走 你看到浮標不見 當然是直接羊肝 一定會中 所以我那個影片裡面呢 就是用這個七星標 來做十顆的 十顆的跟七顆的都有 所以釣到後來 我發現它原本開始的時候 魚沒有靠 後來魚稍微有靠一點點 可是咬度非常小力 所以我就用七星標 果然咧讓它的負載變比較輕 所以它一落水之後咧 它就飄飄飄飄 當然不是立刻咬 因為魚沒那麼多 飄飄飄飄飄飄 小魚很多啦 但是 但是我是要釣大的嘛 真的飄飄飄飄飄 然後大的過完就看到 欸這個鵝好像很自然的 咬下去就直接拖走 齁 那你說縣組要不要很細 其實不用啦 縣組不用 但是我因為我就是 那個懶的換 就直接用人家細的釣組去釣 沒想到那邊的 居然遇到絲木魚 還有那個烏魚 烏魚也蠻大的 我剛剛拉到第一條烏魚有斧頭 那烏魚還蠻大的 比我在上面釣的還要大喔 大概大有大概1.5倍以上喔 因為它有斧頭 它頭我看到蠻大顆的 所以可能那個地方 魚比較大 所以警覺性也比較高 而且很淺 重點是你用木魚釣組它可以幹嘛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釣比較淺的地方 因為淺的地方它是很強的 如果你釣淺的地方 你釣長標 那幾乎是 魚的這個咬度幾乎是很不好的 因為你長標都會顯現出你的釣組 魚自然然 警戒性會更高 當然深長的話 釣這個的話 釣木魚釣組就要另外再調配了 就不能用這麼輕的釣組 因為用這麼輕的釣組 反而會反效果 好 那這個講解就到此 那如果說有什麼要交流 後來再留言給我 大家有時間再來看看影片吧 那我們下回再見啦 拜拜 今天下課啦